北欧风作为国内最流行的设计风格之一 相信各位一定在不同的地方听说过 实际上在设计界乃至国外 根本就没有北欧风的说法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设计风格 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宜家风 其实都属于斯坎地纳维亚风格 斯坎地纳维亚所指的是 包含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家在内的欧洲半岛 斯坎地纳维亚风格 也不是这几年才突然火起来的 在上四季40年代中期 就已经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设计 斯坎地纳维亚的设计哲学 讲究的是思想和文化的结合 不仅强调人文 也注重产品的实用功效 最近尊宝就带来了一款 完全贯彻斯坎地纳维亚风格的新品 S7系列 今天就借由这一套系统 和大家一起聊聊 斯坎地纳维亚的设计特点吧 真正的斯坎地纳维亚设计 一般不会超过四个颜色 而且选择的基本都是清浅基调 因为在北欧地区一年四季都比较冷 冬季漫长 且是可以让光线最大化进入室内 看起来更加温暖 安宁 S7拥有楼薇小弯的蓝 以及芬蓝森林雾中灰云两个颜色 那么从命名就能知道 它的配色灵感就是来源于大自然 斯坎地纳维亚风格会经常利用一些简洁的线条变化来增加设计感 S7系列的七度倾斜是经过精密计算而成 不仅可以让音箱看起来更加抢眼 还可以帮助用户获得更完美的声音重现 斯坎地纳维亚设计追求简单 往往它的功能性会大于装饰性 比如S7系列音箱的弧形边缘不全是为了好看 它可以有效解决中高频在音箱边缘颜色而产生的阴阳问题 通过这种小设计能够更好地扩散声波能量 从而降低失真 全新的接线底座设计将分皮器安置在密封独立的底座 用意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低低音单元磁铁和分皮器电感之间的相互作用 看似平平无奇的极简设计 背后处处都是设计师们普世冥想的小细节 由此可知S7系列完全遵循着斯坎地纳维亚的设计哲学 真正将艺术和功能都做到了完美结合 S7系列目前有6个型号可以组成两套影院系统 其中落地音箱和书架音箱也能够当作Hi-Fi音箱来使用 先来说说这是送来的落地音箱S27F吧 音箱的高音和中音单元没有沿用从前的单元技术 而是进行了新的升级改造 高音单元带有号角设计 这种设计在音箱里相当常见 它可以控制高音的扩散角度 获得宽缓的动态范围和低湿针 中低音单元的纸盆采用了压纹浮雕设计 尊宝还给它起了一个雷神之锤的名号 以此说明它超强的干性可以带来自然的低频重现 内部的单元组件也十分考究 目的就是为了S7系列 可以在电影、音乐和游戏上 都能获得强大均衡的音效 S7全系列使用了一样的单元技术 区别只是在于音箱的大小、单元数量 那么数价音箱S17B的体积会比普通音箱要大一些 更适合充当电视音箱所用 如果是在电脑桌面或者小房间里使用 各位可以选择更小一号的S15B 中置音箱S25C采用了常见的雅铃式结构 箱体没有像落地音箱和书架音箱那样七度倾斜 因此看起来中规中矩 和充千的珍宝家庭院系统相比 S7系列就像一个气质由内而外彻底改变的人 比如第一眼见到食物 我就觉得它们整体都胖了一圈 但流畅的线条感就让它们显得就不那么笨重了 虽然以前的音箱也是极简设计 但依然保留了一些传统元素 S7系列更符合现代家居审美 说白了就是装饰性更强了 不过究竟值不值得买还是得听了再说 感情从不是爱 如果爱是单独合终生 你问 怕只怕偷偷终生 被困 闭上眼睛 用心看清 我真的爱你 我真的爱你 没有用不忍耐 我还可以看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心看清我真的爱你 没人能依你 以上就是S7系列个别产品的现场实录效果了 那么就个人来说 我觉得他们拥有了更扎实的生产塑造能力 声音风格也是走均衡路线 人声表现出色能量感也非常充足 谈不上很惊艳或者是超乎预期 更像是保持着一贯水平之雨 再进一步提高声音质感 S7是为高端市场准备的 为了凸显全新S7系列的革新 尊宝特地为这个系列设计了新的logo 总而言之通过S7 你会重新认识到不一样的尊宝 重要的是就算是全面升级 它也没有趁机递下很离谱的售价 可见尊宝是带着满满诚意来的 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下期节目再见吧